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可以 溝准你想要的顏色 我之前看了阿Jer 有三首歌串連一個系列 《狂人日記》 《沙之氣》和《人類群星閃耀時》 這張畫是《人類群星閃耀時》 MV裏面有一個藍色在唱歌的畫面 這三首歌是說人生 不停的輪迴 體驗到人生原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當人懂得珍惜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快樂 如果人愚弄自己的時候 就會得到痛苦 這麼有意思 所以決定出這條片畫阿Jer出來 我們看著這個調色版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很多種顏色 不如我們先玩個遊戲 我們試試找出這隻顏色 我們試試吧 是不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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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鼓了 答案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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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鼓了 答案就是 這個 咦 等等 差不多 就是要這麼高的要求 多種顏色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容易做到對比 找到顏色的大方向 紅橙、黃綠、青男子 單一種顏色放在一起 你就容易對比出 微妙的 色味變化 哪三個元素 可以令到你容易找到顏色 以下就會講的了 色相就是顏色的樣貌 紅橙、黃綠、青男子 色直是形容顏色的深淺 飽和度是形容顏色的鮮艷度 留意一下上面的三顆正方形 當它們鮮艷度 即飽和度轉換的時候 色直的深淺 是沒有改變的 好嗎? 其實要拿準那種顏色 其實是難的 現實的顏色 和調配出來的顏色 咦?為什麼鮮艷了這麼多 好像卡通片一樣畫出來 因為我們現實環境 很多時候都佔了70% 是一些飽和度很高的灰色 飽和度是什麼呢? 就是顏色要撞對比 我以下會講一個圓圈調色法 很簡單 我們看到Jer這個相片 我們假設要拿這個顏色 我們先放了它屬於哪一個大色系 藍色的放在這裡 之後就是放它的對比顏色 看造色量 它的對比顏色就是下方的橙 放下去之後就加一個白色 即是藍橙白 放在一個圓圈中間留回來調色的 首先把筆放在藍色 慢慢滲到橙色那裡 之後呢 你會發覺 越來越深色 和越來越髒 越沉 對了 對比色呢 就是令到你的顏色 會偏向沉色和深色的 如果你想淺色一點 你就慢慢滲到白色那裡 你就會拿到越來越淺 和比較亮的顏色 這麼簡單 那你就可以開始運作了 解決了混色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怎樣下筆後呢 看著照片畫 我一畫的時候 它就有個筆痕在那裡 我磨了它之後呢 那個人好像散了 好像融開了一個啫喱一樣 不夠實正 那現在呢 就給你一個方法 我們會把這個世界呢 全部變成一塊塊 顏色那樣 那當你呢 可以把你看著的東西 開始蒙開一點點 拿到它 一個簡化的顏色呢 就是我們 看到的東西 啊 好奇怪喔 為什麼畫人要有步驟呢 那跟調色棒有什麼關係呢 這條片講了什麼啊 還記不記得呢 我們剛才呢 一開始玩過的遊戲 就是說 在調色板上選選那種顏色 那結果呢 就是說 原來簡化的時候 我們只可以分到大的關係 差距大的顏色 那如果要找一些細緻 到很鄰近 稀微稀微微弱的變化呢 就要在第二和第三個階段 就是說 你越複雜越細緻的時候 你才會拿到它變化越微弱的顏色 那所以就有這個一二三個步驟出來了 第一階段 鋪底色的時候 我們重點呢 就是跟回剛才第一階段的模型結構 那我會把它放在圖的左下角 那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原來要注意哪幾個塊面的 那還有調色板上面呢 我呢 會用對比色 如果額頭是偏向土黃的時候 我就會加一點點紫 面下偏向紅色的時候 我就會偏一點點綠 而下巴偏向綠的時候 又加一點點綠 那這個對比色呢 令到它飽和度高 產生的灰色呢 就是我們眼看到的東西了 將我們固有看到真實的世界 變成一塊塊色塊呢 那就是用電腦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試一下 眼睛睁著一點點 好像呢 用眼睫毛擋著前面 蒙茶茶看出去 如果你是百多度近視看出去呢 這個世界就全部變成一個色塊一個色塊 清晰一下我們這個階段要做到的東西 第一就要做到 第一個階段 模型結構簡化的塊面 第二 我們就要 偷到 現實世界 灰階很高的 飽和度 顏色 接下來呢 調色板就很重要了 因為我會清潔調色板 剛才有三個色段 額頭偏土黃 那這一堆灰色呢 不要 不要 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有用 那就是說呢 你現在的調色板上面 就會多了三隻灰色 那有了這三個色調呢 你之後畫 額頭 面盒和下巴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偏離了色調 你只在上面加深或者加紫 微微的色彩傾向 那你那個調子就會很統一 很舒服 不會那些顏色一下去 突然很鮮色 或者是很跳脫 很奇怪的 就是這樣 畫完第一個階段呢 你可能會有點迷惘的 咦 為什麼一張畫好像灰色 沒有一些很亮麗的顏色 接下來呢 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會混合一些很漂亮的顏色 我們會分開兩個部分的 一個呢 就是冷色調 就是偏向光源 另外呢 就是一個暖色調 就是偏向暗部的 首先呢 我會在調色板裡 混合十幾隻 一間會用到的藍色 那這隻藍色其實呢 它除了有深淺變化呢 它還有飽和度的變化 即是說有些是沉色一點的 有些是鮮色一點的 有些是鮮色一點的 也都有一點色彩傾向的變化 有些是偏綠一點的 有些是偏去黃一點的 有些偏向是沉一點的 阿Jer現在處於背光的狀態 那麼它最主要的光源呢 就是畫面的左邊打下去 那麼我就會呢 先處理最光的地方 那麼 那麼留意就是呢 光源都有分 是皮膚色 還是頭髮 還是衣服的顏色 那麼 那麼加光位有沒有次序呢 那 通常呢 我就會加最近你的地方 而Jer這個角度呢 最近你就應該是面盒 如果頭髮來說呢 它就是這個位置 那所以呢 我就會先在那裡下筆 那慢慢呢 就用減素化 即是說最亮的點下了 之後再下那筆 就要沉過去 灰過去 另外 越遠的地方呢 越來越沉 那麼就跟著這個概念呢 你就可以做到 有空間感的顏色了 那麼開始之前呢 我就會混合這幾種顏色 這次混色呢 我都會用對比色的 亦都會用回一開始說過 那個圓圈條色的 即是如果是紅色的話 就放綠色 黃色的話就放紫色 藍色的話就加橙色的 在第三階段 我們已經處理了第一階段 要鋪的飽和度 現實底色 第二階段 我們要加了光 加了暗 第三階段 我們要加呢 就是它的結構 和素描關係 究竟真不真實 就是提到這個部分 記得呢 有一個重點的 就是加的顏色 必定要豐富 千萬呢 不要跟之前的顏色有類同 第三階段呢 其實是最難的 因為呢 我們看到的東西是很清楚 尤其是雙片 那麼我們要畫到 眼看出來的虛實呢 這樣才會舒服的 所以當你見到第三階段 啊 And I 和我說 要畫多些結構 畫清楚 其實呢 是說光源 近的地方 而暗部呢 繼續要畫得輕鬆一點 還有呢 你畫的時候呢 是跟著結構 你表現到 譬如嘴巴 是這樣弧過去的 額頭 也是這樣拋過去的 你感覺呢 有這個 這個狐偉 這樣轉向呢 那你就可以收手了 那眼睛呢 當然要畫回 blink 終於畫完了 這次阿Jay這條片呢 人類群星閃耀時 就是說每一個人呢 當他付出自己的愛 關心 和關懷的時候呢 人類這個團體呢 就會閃耀起來 就好像畫布上面 每一個顏色 飽和到高中低的顏色 當我們混合起來的時候呢 畫布上面的顏色 就會閃耀起來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 這條 宿時固仔片段呢 歡迎你給我一個讚 另外我們有很多藝術片 和不同的宿時固仔片段 你去訂閱我們 那就更加好了 那你也可以跟我們說 你想看什麼片段 可以在留言留言 告訴我們 我們畫室呢 現在還在招近身 歡迎你過來看看 最後呢 我們有一個限時活動 就是送阿Jay 人類群星閃耀士的這個卡仔 那只要你做成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我們 那就可以過來拿的了